如果不是范瑋琪的那一刀张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捧红莫文卫却唯独不能捧红王崔了 其实我的东西很简单 但是必须要有我的态度在里面 他才会有特别的姿态 但是王斌那时候他就拿着自己弄 将时间倒回莫文卫还未曾出道前 当时莫文卫曾专门找了500 希望他可以为自己创作一张专辑 可让莫文卫都未曾想到的是 一朵金花的出现不仅令他拿下了金曲奖 更是让王斌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之前就是因为听了他帮莫文卫监制的这个唱片 觉得很惊讶 然后想试试说 看看我做写歌的话会有什么东西放在我身上 然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 王斌和500的合作绝对能够傻穿香港乐坛史 但不料最后的结果却是大跌眼睛 要知道在当时王斌的同名专辑中 500总共就只做两首歌 《单行道》和《两个人的圣经》 可偏偏由于取风过于超前导致反响平平 但是结果出来我觉得可能时间太短 还是就是说做一整张专辑的感觉 跟两首歌可能 它不会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或者怎么样 或者它对我不太熟 因为最初500在将这两首歌去创作出来之后 王斌因为想要自己做 500这才没有参与后面的录制 从而导致了这首歌时辰大海杳无音讯 而500所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这两首歌里面少了一些自己的态度在里面 所以才没有翻红 其实我的圆绿啊弹的吉他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听起来就是不一样 因为多了一个真实 多了一个我的味道 但是王斌那时候他就拿着自己弄 所以后来就是他自己 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通过电话讲过话